好民眾開車經過國道6號的時候 前方突然出現了一陣煙霧瀰漫 像是沙塵暴一面而來一樣 嚇得他緊急減速慢慢通過 開到裡頭的時候呢 幾乎還一瞬間真的看不到路啊 但是幸好呢 這個沙塵暴很短 一小段馬上就通過了 結果呢回頭一看原來是對面的車道 正在進行施工作業 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對象的這個車道 正在進行柏油路面刨除要重新鋪設 正在進行施工作業的這個車道呢 是有進行警戒 但是呢對象並沒有 而施工的車道因為剛好在內線車道 噴飛出來的沙塵煙霧呢 就這樣噴到對象去 所以呢也就造成對面的車道行駛的駕駛人 一瞬間都以為開進沙塵暴裡頭了 煙很多煙就噴過來 不知道是鹽還是土 然後就視線就變得很差 我覺得很危險 然後怎麼可以這樣子從 從對象車道噴鹽噴過來這樣子 幸好呢這個路面刨除噴出來的沙塵呢 造成的沙塵暴 沒有造成任何的車禍意外 不過呢經過的用路人 還是紛紛都說 這也真的太危險了吧 那麼以上是在南投現場的最新狀況 再把時間還給台北棚內 去給台北棚альные